每日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主在哪一天要来 但你们要明白 如果家主知道 贼会在晚上某个时候来 他必会警醒 绝不容许他的房子被挖穿 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好 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刻 人子就来了 那么谁是那个忠信又精明的仆人 主人派他管理全体家仆 并按时分发他们的粮食呢 当主人来时 看见他这样做 这仆人就有福了 我是在告诉你们 主人会把自己的一切财产 交给他管理 但如果这个恶仆心里想 我的主人必会迟来 他就开始殴打其他的仆人 跟酒鬼一起吃喝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不觉的时刻 这个仆人的主人便来到 把他斩了 使他与贾善人同样下场 在那里哀嚎和咬牙切齿 当我们缺乏警惕的时候 很容易会招来灾难 在今天福音中 耶稣借着小偷的 例子为玉来说明 如果人不警惕 将会面临失去天国 珍贵宝藏的危险 如果我们警惕 就能够意识 并阻止敌人魔鬼的诱惑 避免表现灵性层面的沉闷 平庸和冷漠态度 或拖延看顾我们的灵魂 福音更指出 更新灵性生命的急迫性 并敦促我们 千万不可拖延 同时要全心全意地 归向天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借由今天的机会 就让我们一起 回应天主的恩宠 但愿在他恩赐的时间内 与他同行 并能实践他的旨意 今天的福音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